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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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巴 上次和大家來了第一集 但因為樓上裝修的原因 搞到我只是匆匆介紹三四個 我就要修CAM 所以今天就是下一集 好,今天介紹的第一個也是Chanel 但我想也是我的TOP3 就是我最喜歡一個Chanel 好,就是這個長方形Chanel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是中size 但我覺得它是很特別的 它也是側背款,又或者你可以斜背 不過我覺得這個斜背是不一樣的 跟很多Chanel一樣 都是皮夾帶 然後肩帶位 都會有皮位,讓你可以背的時候舒服一點 然後正面就是這樣的 後面就是沒有任何口袋 它的質地也是 你看到我這麼粗暴地握它 這隻又是不會怕皺的質地 前面這裡,你會看到有兩條東西 在那裡扔下扔下,究竟是什麼 好,我們現在揭曉了 它有分一大一小 小這個其實大家慢慢移出來 其實它是一條鎖匙 這條鎖匙是開什麼呢? 沒錯,鎖匙當然是開鎖的 但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鎖 我們可以看看 它是一個 是Chanel的鎖 這個你就可以用來鎖住這個鎖頭 然後你就可以輕輕鬆鬆 脫掉皮帶 這樣拿走鎖匙就可以了 所以我到現在都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因為對我來說,用袋最重要是 快,肯準,就是開得快 背得肯,買得盡 前面呢 這裡也是有一個非常Signature的Chanel Logo 然後呢 以我所知其實它這個款式有幾種顏色 它開呢 就是兩邊都可以開 開到最底底的 然後我們打開了 3、2、1 先介紹這個位置 其實我是覺得很特別的 其實它的款式真的有點像化妝包 它移出來的時候 這裡是有一塊有Chanel Logo的鏡子 兩邊都可以照的 但是很骯髒 我不好意思給大家看 你看到另外這一面呢 也有一個小口袋 而小口袋再翻開來呢 就是大口袋了 這條帶呢 就用來固定這個位置 固定了之後呢 你就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就可以用了 在旁邊你會看到有非常之多的卡位 那你也看到我本身那張卡呢 都還在 個人認為呢 其實它的實用空間呢 都挺大 另外一邊你會看到有一個拉鍊位 那這個拉鍊位呢 也可以用來擺東西 譬如我今天穿全黑色 我背它呢 會是perfect的 因為它是會非常之出泡吸精 好 到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呢 嘩 使用率極高 因為我通常呢 都是當它奶粉袋 就是要帶相機呀 水呀 我會裝好下去 甚至乎有時候旅行呢 我不帶皮的呢 我就會帶它 而且你是不怕它骯髒 就是這個 索索SANCHONEL袋 那夜所店呢 就是一個很普通 很軟綿綿的一個奶粉袋 怎樣拿 怎樣握呢 都沒有問題 就算旅行呢 你放它進去的真空袋 都沒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呢 其實我喜歡它就是夠低調 其實這個都沒有什麼怎麼介紹的 因為其實呢 打開已經見了整個內籠了 跟著呢 裡面呢 都還有一個暗格的 那就是一個拉鏈袋的暗格 然後呢 裡面呢 就有一個很低調的一個Chanel的logo 如果是暗格裡面呢 有一個奧妙之處 你打開拉鏈 然後你會看到 這條東西 這條東西不是做什麼 就是要離身 我覺得 就是應該是扣著鎖匙的 就是譬如我這樣扣著鎖匙 好 扣著了 然後呢 我就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裡 當我要找鎖匙的時候 我不用再找到 我就看到有條東西 我就拉出來 之後就可以開門 那我們再看看 它外面的 它外面這個呢 就是它的後面的位 後面呢 也有一個很低調的Chanel Logo 而這個Chanel Logo 這裡呢 也是有一個暗格的 嘩 這個拉鏈暗格的 暗格來說呢 其實也算是很大的 我想說 好 然後我們看它正面 其實正面呢 一覽無遺的 都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呢 這裡也有一個很低調的Chanel Logo 還有我自己呢 很喜歡它的質地 因為平時皮帶 有時候呢 如果太重 就會搞到我們肩膀很痛 但是這個不會 就是它上肩膀的時候 因為它軟綿綿 也不會弄到我的肩膀很痛 當然 如果你真的超級重 就另當別論 OK 它的使用力非常之高 而且它極度易襯 其實這個袋 就不是我姐姐給我的 就是我在一個明星搞的二手買物會 但是它只是開放給 artist的朋友 又或者自己圍內朋友去買 那我就不打不撞之後 就被我的朋友帶了上去 所以呢 我就買了它 還有呢 當時也有mark 其實是哪一個拿來賣的 這個袋呢 就是徐浩營小姐拿出來的 然後呢 大家都可以猜幾錢 3 2 1 答案是 8千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值不值 就是如果是一個這麼大 8千元我經常用 又或者是 這麼小的二手 然後都是8千元 但是不可以經常用 不知道大家會選哪一種 用得多才值 你明白嗎 去到下一個 那這一個呢 也是我姐姐就給我的 她就說 她就說 你人生一定要有一個 Chanel Boy 我自己那時候 不是說很認識Chanel這件事 於是他就和我上了很多課程 我終於明白 什麼叫做Chanel Boy 而我的Chanel Boy的size 這個好像是 是不是small size 那大家呢 怎樣分辨Chanel Boy呢 其實你就看個款 你就會知道 經典的Chanel classic 就是這樣的 而Chanel Boy 雖然它也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款式 但是它的型是不同 它也是整塊東西滾下來 但是它這個扣位 就是跟本身的classic款完全不同 開它的辦法就是 按旁邊 然後打開就可以了 不過其實這個呢 我是有少少鏡著用的 因為這塊板 插得多 其實我很怕這裡會有痕 那這裡也有個皮帶 這個位其實可以調長度 不過我沒有調過 Chanel Boy有兩個背法 都可以背上駁 又或者可能放手夾住這個位 給大家看 這個呢 我目測一下 其實有些人就說有些像灰紫 有些人就說像灰籃 我自己覺得像灰色的 OK 其實都一眼看光了 就是一打開 就是這樣 然後它裡面呢 就有個皮 車上去的Chanel Logo 然後之後 卡都還在 姐姐有沒有不弄不見的 OK 還在 要關掉它 非常之簡單 一按下去就搞定了 好 來到最後一個了 這個brand呢 其實我是從來沒想過 我自己會買 但是這個呢 其實是幾年前 我去法國的時候 一經過已經看到很喜歡的一袋 但是它的使用率非常非常低 因為它的間隔非常小 但是如果色襯的話 是真的會襯得很漂亮 好 現在已經看到我病是橙色了 沒錯 就是這個了 它就是Celine 沒錯 它是我擁有的第二個Celine袋 但是我沒有想過 我會買一些這麼公文 這麼斯文的款式 其實本身呢 是沒有這條底的 不過我自己呢 就爛了上去 下次再介紹 其實我經過那時候 首先覺得我是可以襯得到 應該會有幾多人 會不夠膽買這隻色 所以我就懷疑著 挑戰自己的心 就買了這個袋 大家看到它非常之低調 它低調得來 都印了一個很小很小的Logo 在這裡 就是Celine 整個袋的設計都非常之簡約 唯獨是 就是顏色非常之Sharp 它開的辦法 就是上面 這裡有個Click位 然後一下Click開它 就可以很輕易地打開 嘩 大家可以看到打開 其實就是有一格兩格 還有拉鍊位第三格 好 我把它打開到最盡了 嘗試 大家已經知道 究竟我可以裝到多少東西 我想它真的 是給一些拿很少東西的女人用 又或者是真的拿來上班 裝文件的一些涉型女性去用 所以其實看看遲些 如果有Event的話 那就看一下 如何撐它 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帶她出去 見一下朋友 見一下親朋戚友 對嗎 以上就是我的名牌collection 的第二集 在這裡再賤名的sponsor姐姐 下一集我再介紹 還有剩下的包包 以及accessory 如果大家還想看我什麼collection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一集 將會很快都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真的在等她的包包 還有下一集我會預留多點時間去拍 沒辦法今天真的太忙了 在你們click那個collection之前 我都要提一提大家 就是看完這條片 記得聽我的新歌 好了 我們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 繼續見 拜拜